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称 哈马斯和以色列将停火5天 还将释放数十名人质 然而美国、以色列以及哈马斯方面 对此分别予以否认 不过卡塔尔则释放积极信号 表示协议达成的信心越来越大 那么为何卡塔尔在达成 巴以停火协议这一问题上 与美国、以色列以及哈马斯的表态不一致 目前又是什么制约了 巴以停火协议的达成 相关问题一起来听一听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 李绍鲜先生的分析 虽然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交换扣押人员的这样一个协议 一直没有达成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交换双方扣押人员 整个这个谈判 确实取得了实际性的进展 据最新的消息 那么欧盟的这个最高外交代表 博雷利正在卡塔尔访问 和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 共同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 从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 我认为卡塔尔首相的宣布实际上是可信的 按照他的宣布呢 就是关于交换扣押人员和停火 已经这个主要的谈判已经完成 现在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需要敲定 我认为这些细节啊 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 有可能涉及到交换扣押人员的 一些具体落实方面的细节 比如说哈马斯方面提出 那么为了确保哈马斯方面的安全 他要求以色列在达成扣押人员 交换这个协议之后 以色列要停止在加拿大地带上空的 无人机的监控 以免使得随着扣押人员的释放 暴露哈马斯的一些行踪 对哈马斯不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短时间内很有可能在近期内 双方就交换扣押人员 换取停火 达成协议而且实时交换 当然具体按照什么方式来交换呢 比如说什么50人换5天 或者3天70人换5天等等 我认为这都是不确定的 据可信的这个来源啊 是这样讲的 就是可能首先先释放 你比如说20名30名的扣押人员 然后根据停火的情况 然后陆续再释放其他的扣押人员 那么这个停火和释放扣押人员 以及停火和扣押人员释放的人数 可能会随机而动 也就是说你释放的人员多 那我停火的时间会长一点等等 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这个释放扣押人员这个协议啊 可能进去会达成 这种可能性在不断的上升 这个边缘织能量陆还很像 你能将在免购物不断的上升 你能够清澈 我认为什么随时 我认为这个来源 разв跃我认为这个